台灣展覽PLUSY史上第一次實體的新人選秀會 28號晚上在台北登場 今年總共有32位新秀報名 到底誰會被桃園領航員挑走 成為今年的選秀狀元 一起來看 桃園領航員選擇的是 來自政治大學的張振牙 政治大學的高砲塔射手張振牙 選秀前就是狀元大熱門 被叫到名字的那一刻 他才意識到自己夢想成真 眼眶泛淚的 想把這份喜悅跟家人分享 至於選秀前 另外一位狀元大熱門 是來自健行科大的成財伯宴 不負眾望 在下一個指名就被叫到名字 他將加入衛冕軍台北部邦勇士 跟黃金世代的林志傑 跟文鼎等大前輩合作 還蠻開心的 就是能夠把心中的一顆大詞放下 期許就是希望自己能夠 就是多學習一些學長們的態度 或者是練球的一些技巧 然而擁有三美首輪切的領航員 又接續選擇了精靈控窮白藥純 還有外籍球員丁恩迪 第二三輪還分別向中了林子偉跟呂菜余輪 總共有五位新秀大進步 是這一次選秀會的最大贏家 今天的選秀結果非常的滿意 那今天選到都是我們當屆 今年非常優秀的選手 那也希望他們在未來 能夠在賽場上有非常好的表現 被選到的未來之星 將踏出職業球員的第一步 期盼他們在更高強度的賽場 繼續綻放美麗 華視新聞 潘建仁 林春佩 台北報導